今天,我将向您展示一部2018年的科幻惊悚片,名为Fritz。 影片以一个女孩开始,她望向窗外,然后她走到一边,看到外面有一面横幅。 突然,她的父亲走到窗前,把她拉了回来,告诉她应该懂得躲,不然坏人会找到她的。 然后影片转到厨房里的那对,小女孩说她的名字是克洛伊·刘易斯。 7岁的孩子一生都和父亲关在废弃的房子里,亨利禁止她离开,因为害怕被讨厌的男人杀死。 然后克洛伊看着一张照片,并称里面的女士为她的母亲,然后我们看到了一张照片什么看起来像她的妹妹。 父女俩随后交谈,克洛伊的父亲问她,计划是什么,如果她不回来了。 克洛伊说她会躲在壁橱里,如果她的食物用完了,她应该去给邻居,请他们喂她。 然后他们坐在餐桌旁,看起来父亲正在给她上课,关于如何生存,她甚至让她告诉她桌上的钱。 突然,我们看到父亲的眼睛在流血,克洛伊问她母亲是否眼睛流血与否,以及她的眼睛是否也会流血。 她的父亲只是回答说,她希望她的眼睛永远不会流血。 她会马上来找他,然后父亲当着她的面喊道,她不正常。 克洛伊开始大笑,然后她父亲说这不好笑。 她说她必须练习这个,因为这很重要。 克洛伊回答说,如果她不这样做,她会去山吗? 她的父亲顿时显得很生气,问她从哪里听到的这个名字。 克洛伊只是说她不知道怎么做,但似乎她已经阅读了她的邮件。 然后父亲用胶带把门上的油桶封起来,影片接着转移到克洛伊躺在床上的镜头,她拥抱着一个看起来像画好的东西她妈妈在枕头上的形象。 她紧紧地抱住她,但随后似乎听到了她衣柜门的撞击声。 她拿起手电筒,开始朝门口走去。 当她打开它时,她看到一个女孩坐在那里,这让她尖叫起来。 克洛伊冲回她的临时帐篷,开始涂鸦,走开,鬼魂走开,鬼。 我们还看到了她画的多张照片,描绘了尖叫的面孔。 然后克洛伊让她父亲检查必除,她拿着手电筒来看看是什么在那里,但什么也没找到,并告诉克洛伊这是她想象的。 第二天,有人从油桶里推了一本书,她父亲已经把它贴好了。 当克洛伊打开书时,她看到了一辆,请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。 请在下面的描述框中捐赠以提供您的支持。 谢谢你,冰淇淋车。 这促使她走到窗前,在那里她看到一个名叫哈珀的女孩正在买冰块奶油。 克洛伊开始说,哈珀,请给我拿冰淇淋,小女孩给她带来冰淇淋。 但在她能够抓住她之前,她的父亲来了,把她拉了回来。 与此同时,哈珀的母亲来了,开始和他们说话。 克洛伊的父亲设法把邻居们推开,作为对开门的惩罚,尽管克洛伊抗议,她的父亲仍将她锁在壁处里。 在下一个镜头中,我们看到克洛伊和哈珀在壁处里玩耍,科尔问她如果她可以成为她的母亲,并继续纠缠她直到哈珀同意。 第二天,抽类的父亲来开门,为她的行为道歉。 克洛伊继续说,她想要冰淇淋,她妈妈说没关系。 她的父亲向她保证,如果她答应,她会给她一桶冰淇淋不要再打开门了。 一天,她的父亲从杂货店冲进来,浑身是血。 克洛伊惊慌失措,问她是谁的血,但父亲只是回答说是别人的。 克洛伊似乎对她父亲很生气,因为她忘记了冰淇淋,她应该自己走了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她了解了异类,其具有非凡才能的人,他们被寻求被政府的异常防御部队,ADF击落,并被俘虏在马多克山,一个地下设施。 在被一位年长的冰淇淋卡车司机催促后,克洛伊设法逃离了家,并学会了她自己奇怪的心灵感应能力。 第一次走出去,她简直不敢相信身边的美景。 冰淇淋车司机让她上车,四处看看,克洛伊一开始很犹豫,甚至问男人,有没有动孩子的尸体在船上。 但司机对此嗤之以鼻,并要求她快点上车,因为她要卖冰淇淋对其他孩子也是如此。 然后该男子将克洛伊带到公园,克洛伊坐在鞦韆上,男人开始推她。 她向克洛伊讲述了她的母亲,以及她是一个多么特别的女人,她试图弄清楚通过吓唬她来释放她的力量,但这似乎不起作用。 听到克洛伊的尖叫声,一名警察出现了,并开始用枪指着那个人。 她问,看她的眼睛,冰淇淋司机告诉克洛伊,这就是想要杀死他们的人。 克洛伊开始大喊警察走开,突然她看起来很困惑。 然后她收起枪,走开了,冰淇淋车司机自曝时克洛伊的外祖父艾伦认为她的女儿还活着。 她给了克洛伊一些粉末,并告诉她只有在她父亲睡着的情况下他们才能见面,每次她听到卡车的音乐,她都应该把这个放在她父亲的食物,让她去睡觉。 那天晚些时候,克洛伊对她的父亲大喊大叫,因为她对她撒谎,并告诉她,她想要一个妈妈。 然后电影切换到克洛伊坐在她房间里的场景,她再次听到声音在她的橱柜里。 当她进入时,她看到一个女人,克洛伊走到她身边,推开她的手,并看到是她的母亲玛丽。 玛丽起初很震惊,然后她说这不是真的,并开始大喊大叫。 克洛伊吓坏了,冲到外面,关上了橱柜门。 后来,克洛伊正在玩她的东西,这时她听到了孩子们玩耍的声音。 她的橱柜,她打开橱柜,包括南西在内的许多孩子都出来了。 他们走进她的房间,开始取笑她是个怪胎。 克洛伊很生气,打开门,看到那位女士回到橱柜里。 她走向她的母亲,这一次,玛丽认出了她并拥抱了她。 据透露,亨利和艾伦是变态,亨利利用她的时间旅行能力,强迫仅仅几个月的时间离开家,在她与克洛伊。 在意识到她已经离开家并一直在沟通之后,亨利将克洛伊带到了卢伟。 从中当克洛伊在里德女组长身上运用她的技能时,艾伦却被拒绝了南西。 南西随后联系澳大利亚国防军,与克洛伊和她的家人打交道,但克洛伊说服了特工们认为李德一家是变态,他们谋杀了南西。 克洛伊开始使用她的心灵感应能力帮助玛丽离开马多克山,但她受到了阻碍由ADF特工赛西利亚雷,Cecilia Ray,出现在住所。 当亨利和艾伦试图对付她时,她告诉亨利,她知道真相关于她和她的女儿,如果他们谋杀了她,将下令进行无人击袭击在房子上。 雷承诺将克洛伊留在政府拘留所,但当她意识到亨利和艾伦正在拖延,他们开始打架,雷杀死了艾伦,并致命地伤害了亨利,之前被克洛伊谋杀。 亨利利用她的技能改变时间,把她的女儿带出家门,因为她是被无人机摧毁,拖延了ADF特工,足够长的时间让克洛伊确保Mary逃跑。 亨利伤重不治后,玛丽来了,杀死了剩下的ADF特工凭借她的飞行天赋。 玛丽承诺重新安置克洛伊,但克洛伊拒绝隐瞒,声称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们住在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。 玛丽接受了,被女儿的自信所感动,和克洛伊一起出发了。 结束,谢谢收看,如果您想观看更多这样的视频,请订阅。 请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,请在下面的描述框中捐赠以提供您的支持。 谢谢你。 谢谢你。 感谢观看